我是一個大蘋果 哥哥是知道愛我 我們說地球暖化威脅到全人類、全世界的生物 這麼大件事 那是否所有可以有機會減到地球暖化 可以減少溫室氣體的東西 都應該立即全力去做呢? 聽起來好像一定是 不過 有一個叫做哥本哈根共識的國際戰狼團 他們集合了一群對地球各類問題都很有研究的專家 04年開始每四年 為人類面對的什麼挑戰 包括飢餓、營養不良、藥質、愛滋病、戰亂、貧窮 沒有清潔用水、沒有輸毒等等 列出一張清單 不僅如此 他們還找了一群重量級的經濟學家 為這張清單排名次 搞清楚 他們不是說哪個問題最嚴重 最需要優先解決 他們是說用同樣的資源 即是錢 解決哪些問題 成效最大 結果 激死了很多關注地球暖化的人士 減碳在他們的清單裏 都不是排得很高 例如 他們認為相同的錢 如果運用在供給貧窮地區的兒童營養補充劑 或者幫他們接種疫苗 效果是大過用在減碳那裡 我們的地球 到處火頭 我們拿著一桶水 能夠在哪裡呢 請問 加一道菜要多少錢 雙瓶四元 那三瓶呢 三瓶加八元 四瓶呢 四瓶加十二 那五瓶呢 五瓶加十六元 那七瓶呢 七瓶加二十四 那三十八瓶呢 小朋友 我今天心情漂亮 給你多一次機會 到底你想吃什麼 想啊 想我就當然想樣樣要 一百瓶都可以 不過我只有十元 蛋殼也十八 那 淨河粉呢 十六 換碗呢 阿瓶 我是一個大蘋果 個個孩子都愛我 又香又甜又大炭 好過吃過的肥牛肉 大家快來咬一咬 好過吃過的豬大腸 減碳不是大曬 除了因為要跟很多其他問題 爭資源之外 有時 一些可以幫助減碳的方法 可能會引起另一些麻煩 遇到反對的 最熱門的一個例子 就是核電 核能在低碳考慮下 是一種很好的能源選擇 但是經過幾次重大核電廠事故之後 大家都很擔心它的安全性 有人會覺得低碳是好 但是相比可能引起的核洩漏 核能源的壞處 很可能大過它的好處 還有一種叫做快速滋生反應器 簡稱BREADER的核發電方式 好處是它會在製造核能的同時製造核原料 好處當然是本來都挺珍貴的核原料 我們不用擔心很快用了 壞處就是除了要擔心核洩漏之外 還要害怕多樣 越製造越多核原料 會拿去製造很多核彈 美國早在70年代 就已經禁止了製造核資生反應器 不過其他國家 好像印度已經有了 大家又要害怕多樣 又例如水壩 本來好像很環保 不用燒燃料 用水力發電 不過因為水壩 大大地改變了周圍的生態環境 很多物種因為這樣 沒有辦法生存 就連人都因為興建水壩 而要大規模搬遷 一些有價值的文物 就會長淹水下 這些損失 又是否一句低碳就可以抵消呢 生質能源 即是用粟米、借來製造汽車燃料 有人批評說是車童人欠糧食 至於現在相當熱門的醃岩器 一種儲存在岩石層的天然氣 本來也很好 因為用天然氣發電 比用煤用石油排碳量低很多 醃岩器創量 亦知道是很豐富的 不過因為開採醃岩器 是要注入很多加了化學物的水 入地下 於是一些環保人士又很擔心 會污染地下的水源 起來反對 這樣又不對 這樣又不對 於是有些特別激氣的人 簡直說最不對的就是人類 人類的貪得無厭 沒有節制地生育生產 結果搞了這麼多問題出來 作為人類的你又有什麼想法呢 幸好我不是人類 在於是在著 在於是在著 就知了 在於是在著 在於是在於是在這 而是在於是在著 走工藉 於是你眾多五日 而是在著